提到杨幂,很多人都赞她,是一位高智商,高情商的演员,经过这些年在娱乐圈中的摸爬滚打,被黑者成长起来的杨幂不再像刚出道时那样直爽,无论是对于媒体采访还是与网友的微博互动,她都能轻松而幽默地化解一切尴尬。 近日,有网友曝光杨幂早前,在旗下艺人迪丽热巴等参加综艺节目的视频,在视频中迪丽热巴的体重,成为讨厌杨幂团队成员默契度的一道考题。 不过,当主持人想要通过迪丽热巴,这个话题引出杨幂的体重时,杨幂回过头便对主持人开始了撒娇模式,她调皮地说道你吃饭了吗?不得不说,这些年杨幂是的幽默,为她解决了不少难题。 所以,对于迪丽热巴这些新人来讲,以后需要跟杨幂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。 不管怎么说,这些年无论是大秘密的演技,还是为人处世风格都越来越招人喜欢。 期待杨幂为我们带来的更多精彩表现,你为杨幂的双伤打多少分?